欢迎各位摄影家摄影爱好者来到我们独裁贵州文化品牌公司室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独裁贵州人文摄影的有关的资料 以及的一些影像的图片 那么大家都知道贵州是一个都民族的小缝 千凡年以来的贵州各民族和睦相处 传承着各自悠久的民族文化 共同创造了丰富独裁的贵州文化 在传统的对贵州的印象当中 很多人会想起天舞山热情 地舞山车平 人舞山风营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特别这几年贵州的西部的大开发 进入大开发以后 各个城市的乡村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许多传统的少数民族的激情文化 已随之恢复起来了 因此在贵州现在每年的各少数民族的激情活动 有两千多个 因此贵州又被称之为百吉之神 这个吉就是吉日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在人们摄影这一块当中 我们在影像俱乐方面或者在影像创造当中 有几个核心的符号 一个就是我们的激情符号 另外一个是建筑符号 还有一个是福射符号 那么今天跟大家讲的主要是在贵州各地的 一些少数民族的激情活动 大家都知道贵州有现在少数民族的激情活动很多 大家一般的摄影师都能看得到的激情文化 或者激情活动呢 以目前来说呢有四大品牌 一个是每年的四月 农历四月初的台江的苗族姊妹节 第二个也是台江的在四东古镇举行的苗族的多木龙舟节 还有每年的农历的十月在雷山举办的苗年节 最后一个呢就是洞子的大哥节 是在我们前东南的崇江县 那个是冬天举行的 姊妹节顾名思义那个小女孩 也就是没有结婚子以前的姐妹的一些活动 她最主要的活动的核心 主要是给年轻人提供一个谈心思爱的场地 那么这张图片大家看到的 就是我们台江紫眉节的一个盛况的一个片段 穿着盛装的苗族女孩 舍利拿着紫眉饭 这张图片呢是2021年的一月份 在美国PSI的匪夷上刊登过 第二张图片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私动的苗族多木龙舟节的 一个一张那个台龙头的图片 在每年日在龙列的六月中旬 要举行多木龙舟节 那么今天主要是给大家分享的 是多木龙舟节的一个系列专题 这张图片是反映的是我们雷山苗年节的一个盛况 是在朗德上在拍摄的一张图片 这一张呢就是从江的大哥节 那么刚才大家看到的四张图片呢 一般的摄影人到了归座以后都能看得到 也能拍得到的这样的四个活动 那么今天主题就是苗族多木龙舟节的一个图片的系列 在清水江两岸 也就是说我们前东南 从台江县清水江两岸的少数民族 在每年的龙列的五月二十五号到二十七号 都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多木龙舟节盛会 多木龙舟节呢 它是历史非常悠久 虽然没有文字的记载 但是呢从一须的限制当中呢 有很明确的记载 里面就对多木龙舟有很详细的描绘 那么在多木龙舟节举行之前呢 首先要就是船主要把龙头 从传统的龙棚当中 从寨子里抬出来 抬到江边 然后要安装 这是一张拍龙头的图片 然后呢要把多木龙舟的龙升 多木龙舟的龙升呢 分两大主体部分 一个是中间的一个 一个主体的支撑的船体 还有两边起到平衡的两个小的船体 组成的一个变形的品质型 便宜支撑平衡 那么在台龙舟的时候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累的 一般要四五十个人的壮汉 才能把主体的龙舟抬到江边 到了江边以后呢 我们的在这里的巫师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群在老 跟那个通灵的 要举行的一个招神的活动 也就是说要让三省 和省 树城 树省 以及主征要保佑他们 每一支龙舟在比赛当中的平安 平安参赛 平安回归 因为多木龙舟的船体的 有它的局限性 因为的平衡性一般不是很好 如果遇到风大水大的时候 很容易翻船 所以说呢 在那个举行之前 我们在那个在老 都要举行一个传统的 与神沟通的 这样的仪式 非常隆重 藏观 大家看到那个 这个老子为什么要撑一把闪 这就是要把小鬼挡在外面 当地有这样的一个传说 那么继续以后呢 很多那个船主还要举行一个 就是以攻击来 启夫 船主 船体的平安的这样一个活动 有的时候呢 在龙体 龙周合体的时候举行 有的时候呢 在龙周的出征指签举行 那么这张照片呢 是就是在龙体合生以后的 这样的一个记事 刚才大家看到那张呢 就是龙体还没有合体指签 我们的龙周没有合体指签 那张图片 这张呢 也就是说 我们的龙周已经合体了 在多么龙周活动举行的时候呢 因为有很多好看的 稀奇的东西 所以说呢 往往在祭祀的时候 大人在忙着祭祀 拍龙周 小孩子呢 好多小孩子没上学的小孩子呢 会到那个龙周前来观看 他们感觉到非常好奇 同时呢 也是给下一代的孩子 培养他们对多么龙周的 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 那个爱好 从小培养 奥尔鲁木软 这张呢 就是在我们的龙体 合身以后 也就是说 在合体以后 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的 平衡 因为每一个多么龙周的组合 要做到平衡 是非常难的 那么这一张就是 必须要把握住龙头 然后对整个传体 进行一个平衡 在龙周喉咙以后 那么要检验这个龙周 是不是能够进行的 平衡的前行 那么就要让我们的 所有的传员来进行释滑 这样的话呢 才能发现整个传体 当中的一些问题 边缘纠正 那么这张图片 就是在我们四华当中的 这样一个场面 大家都很开心 没有像正式比赛那样紧张 这一张的就是四华的场面 一旦那个龙体 我们的奥木龙周 经过四华以后 在确认一些都正常的情况下 一般都会停在浇面上 那么就等待出征的那一天 出征的那一天呢 因为清水江两岸 每一个地方的 多磨龙周的仪式 都风趋风的日期的 那么像这一支队伍的话呢 是清水江上岸上岸的 一直存在 那在我们多磨龙周 进行活动开幕式的当天 那么城里的选手都要穿上 传统的圣装 他那个圣装是统一的 所有多磨龙周的选手 他们的衣服帽子 腰带款式几乎是一致的 那么这支队伍除了我们的选手 参加多磨龙周的选手以外 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一个是神筒 也就是灵筒 那个我们所说的就是 能够确保那个龙周平安的 这样一个灵筒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巫师 大家看到的小孩子就是灵筒 后面那个就是一个巫师 前面那个拿着那个红色的长方形 那个圆棍制的是一个盲筒 这一般来说就是船主 到达那个自己的那个多磨龙周船前呢 还有举行很多的仪式 比如说还要召见亲朋好友 非常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 就是我们图片上面 戴着黑帽子呢 这个巫师要尽兴 对整个团体以及参加多磨龙周 比赛的选手的一个祈福祈祷仪式 很神圣的啊 一旦活动结束以后呢 周边会鞭炮齐鸣啊 如果炫天 场面还是非常热闹的 多磨龙周呢 多磨龙周呢 在施动的它主要是有三天 第一天的呢 是活动的正式活动 也就是说要把多磨龙周 每一个每一个村到多磨龙周 开到指定的渡口 也就是说便于亲朋好友来送礼 那么这一张图片就是说龙周停靠在了某一个码头上 村民抬着鞭炮酒压制器作贺 在整个多磨龙周节活动当中 其实最热闹的也就是每一只龙周到每一个指定的码头去 接受亲朋好友的祝贺送礼 这是最最精彩的 那么在一般如果到古市洞 看古多磨龙周的老师都知道 在整个活动当中 大家见到最多的也就是鸭子 也就是在所有的亲朋好友当中 要送给传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 鸭子 鸭子代表着一种清零 大家都知道鸭子在水上能游泳游的非常清零 它就是寓鸭子的寓鸭子就是说 一是祈福平安 你的龙周能够平平安安像鸭子一样能够在水面上自由的行走 第二个鸭子的羽毛很清零 第二重意思就是说 做龙周能像羽毛那样清零飞快 刚才跟大家说了 也就是在多么龙周活动当中 其实送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很多的苗族的百姓同胞包括一些摄影师计划 其实真正感受的是多么龙周当中的整个过程 并不是说多么龙周最后的那场决赛 一般的多么龙周的决赛的话 一般跟其他的中国许多地方的赛龙周差不多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祝贺 祝愿送礼是任何一个地方 可以说是任何的多么龙 任何的龙周 其活动当中大家是无法见到的 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 他的特殊性在哪里呢 他的特殊性就是送亲朋好友送的礼物 你看大家在图片上有送景旗的 这个景旗当中你看 他是一个祝愿龙周飞打 下面是猪 除了说景旗以外 他还要送猪 猪呢是龙猪的意思 也就是说寓意你这个龙周像龙一样 这个不要看那个猪 哎呀人家感觉这个猪是不是吃的 那不是他的玉就是像龙一样 那个壮实 那么最有代表性的 还有最普遍性的 就是送钱 像这张姑妈 两个姑妈 一个是拿了一百块钱的点 还有拿的是鞭炮的 就是有送景旗的 送猪的 送钱的 最多的还就是送鸭子 送鹅的 送白鹅 白鸭刚才说的就是做龙周生青卤业 一般送鸭子 送最普通的礼物 鸭子或者鹅 鞭炮 酒 这个三样东西 一般来说是在送多么龙周 解活动的时候是必须的 那么最大的物件呢 有送牛的 送猪的 一般的 但是像这种送猪送牛的话呢 一般都是传猪的姨妈 也就是我们说的姑妈 因为他寓意比较深远 除了送旅温以外呢 一须亲朋还有好友 为了着那个龙周 马到成功 习开的圣 还要向龙头敬酒 象征性 不是象征性的 真的整瓶整瓶就往那个龙头里到 预作 那个自己的好朋友的亲切的龙周 多么龙周能够马到成功 所以说呢 在整个送礼活动当中的环节非常多 场面也非常多 大家看到龙头上的那些红色的 就是那个颈胚 在多么龙周当中 最终普通的刚才说了 一个是鸭子 还有一个就是颈胚 就是披静挂押 我们一般来说 在多么龙周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 就是叫披静挂押 那么接受一个码头 接受的亲切捧 因为以前的少说民族的交通 都不是很发达 特别是在清水江两岸 都要是以渡船为主的 那么渡船上的一个停靠战士 码头 所以说呢 从一个码头到另一个码头 也许会有很久 不会很长 但是呢 水路多么龙周行走的时间 是比较慢的 那么有需龙周到了码头以后呢 为了招引亲朋好友 或者是为了能够有一个醒目的标志 让亲朋好友在第一时间找到你 往往会在自己的龙周上挂上一面景旗 或者是以前或过名次的景旗 或者又代表自己象征意义的景旗 这样的话呢 一个是示威 另外一个呢 也便与自己的亲朋好友能找到他们 在龙周旗接受亲朋好友送礼的当天 传组是头是最樱的 一个要不停的接受亲朋好友的祝贺 松礼 然后还要陪松礼的那个亲朋好友 喝酒不停的喝酒 忙的团团战 还要喝饮的等等 所以说在松礼那一天的是 传组是投资最大的 尽管他有很多的帮助 比如说有登记压制收多少的 有专门负责收押制的 有紧批的专门的登记的 还有送钱的等等 因为都要照明划策 以便过了几日以后他要去还礼 在多么龙周节活动的时候呢 除了要感谢亲朋好友的祝货 传组呢还会受 传组呢为了表示感谢呢 还会在龙头上细上一续 就好像是在我们在那个 大家去那个寺庙当中 当中有感觉有某些东西 开过光的一样的 他呢有会寄上一续彩蛋 这续彩蛋呢也是经过再老 带了已经就是说 经过再老的住院的 有一种好像开过光一样的那种的 一续彩蛋 这续彩蛋主要是给孩子 或者老人随意拿的啊 主要是你是一个那个祈福的象征吧 保佑所以说自己的亲朋好友 能够能够拿上这续彩蛋 保佑他们的平安 吉祥如意等等 所以说呢 多么龙舟船上的彩蛋 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刚才跟大家说 在整个活动当中 披紧刮压场面是最普遍 也是最热闹的 在摄影当中呢 也就是说 这个图片是最难拍的 因为大家看到这张图片 也很干净 但是你要拍到这一张 很干净 看着简单图片很难 因为所有龙舟的边上 全部围满了 根本没有空间 而且是在水里面的 你要去拍这张图片 你必须要跨到水里面 要接到你的肚脐这里 你才能拍得到 而且呢 观众传组的亲朋好友 还让你进去 你才能拍得到 所以这张图片 看似简单的一张 简单的图片 其实要拍到 比较完整的是非常难的 刚才跟大家已经说过 因为每一个龙舟 要在不停的码头停靠 那么这张图片呢 就是又到了另外的一个码头上 因为所谓的亲朋好友 来自不同的称转 到古丁的码头去集中 虽然不是很远 但是呢 一般当地的少数民族的 都已经习惯都是走路的 不像我们大城市 我有汽车 我有什么交通工厂块 一般都走路 所以呢 都需要行走 行走到码头以后才送你 所以呢 码头上大家都看到了 拒绝了 很多很多人 你看到这些很多人 其实这是一个暂时的片段 因为他们的亲朋好友的 龙舟走了以后 这帮人就会走 又会换另外一帮人 图面上的两艘龙船 在岸边的那帮 都是他的亲朋好友 这两艘龙舟 就是亲朋好友的贺离 送你以后 他们就会走向下一个码头 然后这个码头上的亲朋好友 又会换另外的人 所以又像是一个流水帐一样的 两艘龙船过来了 有一大帮的亲朋好友 两艘龙舟一过 又一换一大帮的亲朋好友 每一次龙舟比赛的龙舟 一般都在50艘左右 所以说呢 你在这个码头上 你会看到有50艘龙舟 在这个码头上停靠 每一个码头都会类似的 整个龙舟街除了赛龙舟以外 在扫充民主 特别是苗州地区 一般碰到重大的激情活动的时候 都会邀请他们的亲朋好友 来做客 做客的主要是吃饭喝酒 所以既要招待客人 又要照顾到 那个穿家多么龙舟的选手的吃饭 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很多 很忙碌 但是呢 大人是忙着吃喝玩乐 忙着晒龙舟 小孩子也会穿上新衣服 开开心的玩 在多么龙舟街的时候 苗族的孩子是最开心的 他们不仅能吃到最好吃的东西 还能穿上最漂亮的衣服 还能跟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 他们的小动物玩 所以说呢 整个多么龙街 孩子们是最开心的 一只多么龙舟 它的船长 一般在三十到四十 一般有在三十到四十个人 每一个龙舟的船的长宽 都有一定的限制的 每一个龙舟 每年的比赛的能数 相对来说 都有一个控制 传统的都有在三十到四十个人当中 那么除了有船员以外 还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一个就是鼓手 这个鼓手一般会选择在在职里面 得高望重的在老 因为他有号召力 他有号召力 鼓主 他那个打扮的也很有意思 他有大眼的草帽 还有他的红色的马甲等等 一整套的就是鼓手的服装 他主要是负责敲鼓 掌握龙舟前行的节奏 也就是说 所有的选手的画江的节奏 是必须是跟着鼓点来进行画江的 除了我们有鼓手以外 还有一个罗手 罗手是跟鼓手相配合的 一般在在职里传组的亲朋好友 或者自驾孩子的来做的 担任这个角色的 一个呢孩子要健康聪明 另外一个呢 而且呢有一点灵性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选 当那个灵统的 那个吉祥童子的 他必须要有一定的品行 相貌等等 颜值要高 那个人品要好等等 这样一个才能担任这个龙舟上的 这样一个吉祥童子的角色 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图片上没有 还有一个是杜手 主要是在后面控制平衡的 在整个多么龙舟的活动当中 我们大家看到了 有船主 有亲朋好友 船主亲朋好友 但是真正整个活动中 最忙碌的并不是船主 而是那些专门贩卖鸭鹅的小贩 其实在一个场地当中的鸭鹅也可能就有一百只 但是亲朋好友送出去的鸭 他次数有可能会一千只两千只 那怎么会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这一帮人 这个亲戚买了十只鸭 我送给船主了 然后船主呢 会返回到那个小贩那里 你收购的是 比如说他的亲朋好友 每一只鸭买的是五十块钱 然后呢 因为那个船主那么多鸭 他也没用啊 所以吃不了 那么他要返回给小贩 他亲朋好友买的五十块钱 他返回给小贩的四十五块钱 然后小贩的又把这些鸭 从那个甲方收来的鸭 又给去卖给乙方 然后乙方又把鸭 卖给小贩 小贩又会把鸭器买给那个鸭房 就是不停的轮转 所以说呢 非常忙碌 那么除了第一天的 第一天第二天 那个龙州主要是在不同的码头 吸收亲朋好友的祝贺送礼 那么一旦进入到正式的多么龙州比赛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叫做吃龙饭 什么叫吃龙饭呢 也就是这些船手 因为都离开了村站 青水江两边塞多么龙州的地方 又没有那么多的饭店 大家看住龙州 又要去做亲朋好友的作贺 所以说呢 吃饭只能在多么龙州上吃 大家看到的传体 你看到这其中是两个啊 其实有三个这样的组成部分 在龙州上吃饭 吃的饭是什么饭呢 是糯米饭 下面这一棚的主要是糯米饭配上鸭肉 再配上他们当地的米酒 来度谷这样那个中午 因为正式的龙州比赛 是在午饭后 大约在一点半到两点钟举行 所以说呢 大家根本没有这个时间 去到古丁的饭店啊 或者人家家里吃饭 在只能在多么龙州上 其实呢 在多么龙州上吃饭呢 又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象征意义就是吃龙肉饭 那么就是所有的吃了那个龙 龙饭以后呢 所有的船舵都要停靠到 指定的码头的带定区 也就是说我们要接受 预赛的这样一个场地 这个时候呢 还有一些亲朋好友 由于是跟每一个码头的距离 都不相同 所以说呢 最后一批要来送礼的观众 会到这个比赛出发点 去进行最后一轮的祝愿和送礼 大家都看到了 码头上停满了好多的龙州 那么这一期呢 就大家看到画面上这些龙州呢 就是第一波进落第一轮和第二轮 进行预赛的龙州 然后他们进行比赛以后 这些龙州就会走掉 换其他的龙州 再来接受亲朋好友的作愿 一般来说下午的时候 随着几声那个火炮的响起的话呢 多不龙州呢 就要正常的进行 他要分预赛 跟决赛两个部分 那么在决赛之前呢 船员要喝壮行酒 以示鼓舞士气 同时呢 也给大家加油 加油加水 喝酒以示壮行 场面还是非常壮观的 一般的船员选手 跟那个渡手的话 都已经喝不下了 因为已经喝了一天酒了 这时候的喝酒呢 其实都是一种象征性的 那么多么龙州 刚才跟大家已经解释过了 就是其实多么龙州 所有穿加比赛的选手的服饰 是统一的 轻衣是穿着自驾车的 自己家的土布的 一种深纸色的亮布衣 什么叫亮布衣呢 这个衣服是发亮的 精工锤打 传统的手工锤打 插上猪血牛血蛋清 然后再用墨锤打 打出它的亮为止的这样的衣服 然后是蓝色的布裤 腰间扎一条 扎着箱子凝色的一个腰带 头上戴黄色的斗笠 斗笠上还有三根银片 配马尾 这个意义呢就是说 整个帽子就像一只鸭子一样 能够生清如燕的 往前平衡安全地出发 决赛的时刻是如果宣天 整个预赛的 我们就是停靠龙咒赛的出发点的地方 是鞭炮齐鸣 整个清水江两岸晕雾滚滚 我曾经有一次把眼睛差一点都炸下了 整个场面是非常热闹喧嚣 一旦开始以后 传手随着古典的节奏 拼命的花龙舟 岸上的亲朋好友拼命的呐喊 那种气势 那种场面 真的是让人看过以后 久久不能忘怀 扣人心弦 正是这样一种就是说 选手跟观众的一种互动 这种场面非常壮观 同时呢也把那个龙舟 就退向了一个高潮 龙舟比赛的时候呢 他主要是两手两手的龙舟进行来 参加比赛的啊 大家说说大家这个场面看到的 就是大家看到了啊 几乎所有的选手的僵子 一般来说都是平衡的 同时划出的 为什么能同时划出呢 主要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鼓手 听到鼓点的节奏啊 这个两手船一千一后 骑射即是一千一后 主编的那个讲是比较平衡的 很整齐划一的 所以他会领先 边上那个呢 有一点凌乱 因为落后了一点凌乱 所以呢讲呢 他没有做到平衡的那个同时划脚 那么就速度相对来就会比较慢一点 就是说尽管比赛还没结束 其实那个胜负已经封出来了 苗族当中的男人的专门男人的集热 其实很少 一般都是以女人为主的 所以男人的龙舟节 就是说以男人的专利 但是呢 这个是以男人为主角的这样一个活动 背后呢 使女人们默默的奉献 付出 也要为所有的亲朋好友 做好吃的 杀猪杀羊杀鸡等等的杀鸭 要招待客人 还要为男人骨气 要穿上圣章去到那个江边 唱三歌 然后还要踩鼓等等的 一系列的配套活动 但是呢 女人不再是主角 因为苗族的是从一个母系社会为主 这样的一个体系转变过来的 在很多的时候 女人永远是主角 但是在男人的活动的龙舟节的时候 他们从主角变成了一个配角 所以说呢 好多事情都是为多么龙舟来加油的 在这个整个多么龙舟节的时候 最最吃力的 也就是我们最最辛苦的 是那系传走的姑妈 为什么呢 因为姑妈不就是这一社多么龙舟的 最大的赞助者 也是船主 穿加多么龙舟的最大赞助者 不光要出钱 还要出力 招呼自己的亲朋好友 到江边去为他们加油 呐喊唱歌 跳舞 非常辛苦 但他们都很开心 有些姑妈家里条件比较差的 为了他这个资质的话 脸上有光 他就是会自己借钱 也要给自己的资质 资质就是说正颜面 龙舟节呢 像施动这一块区业当中的龙舟节呢 一般是三天时间 比赛高潮 当然会时间很短暂 但是整个活动的过程 是精产封城 从所有的场面当中 一出必多 一出精产 龙舟就去说以后 并不是说IR结束了以后 我们就走了 首先龙舟结束以后 都会停靠在 亲朋好友都知道的 专门的码头 来结束 不管是输赢 都会接受亲朋好友的祝愿 放鞭炮 这时候的鞭炮 那就是感觉可以是吓人 非常吓人 不是一串一串放 是几百串 能够对上小身一样放 好多时候非常危险 然后呢 船主呢 还会把那些亲朋好友 馈送给他们的 一须鸭啊 等等的 饭啊酒啊 一起在那个码头上 跟他们的亲朋好友分享 然后再把龙舟 划到靠近他们自己 村在最近的地方 最后的时候呢 还是要送礼 你看大家这个 现在牛是上不了 龙舟了 以前牛还是要象征性上龙舟 现在因为考虑到一个安全 所以说呢 好多的姑妈 你看姑妈唱着三歌 拿了钱 还要送牛 牛上不去了 拿一个牛的那个画像 标上价格等等 这个意思说 在局所以后 更在中间都会看到这样的一种场面 龙舟节局所的当天 龙舟是停靠在村 在最近的码头 是不会拆开的 因为回到家以后 还要招待亲朋好友 船员的喝酒吃饭 第二天才会起把龙拆了 这就是最后 多么龙舟节最后的一套公戏 叫风龙 然后要把龙体 龙头 抬回到家里 这样的话呢 整个多么龙舟节的活动呢 也就是整个活动 局所了 作为一株 贵州少数民族 特有的 文化传统激情活动 活动过程 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它结合了传统的一些 祭祀文化 激情文化 体育文化 作为一种特殊的活动 已经成为了 中国国家 费国家文化遗产 名单纳落到名单当中了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一个少数民族的激情活动 最后龙舟分体以后 龙头重新要落库 那么整个龙舟活动 也就是圆满 结束了 刚才大家看到的 就是我们贵州 苗族的一个 特有的多么龙舟活动 那么 除了这个四大传统的激情以外 其实贵州还要许许多多 大家 你想不到的 一须罕见的 古老的 神秘的少数民族激情活动 但是呢 他有三大主题是永远是不变的 第一种激情活动 主要是对自然的敬畏 以及对祖先的崇拜祭奠 第二种是 主要是祈祷 风调与圣 五国丰登 因为苗族 千百年以来都是一个龙根文化为主的这样一个民族 所以说 对五国丰登的渴望是非常迫切 迫切的 第三个主题 也就是对美好的爱情 幸福生活的向往 这个三大主题是不变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我们的一些激情活动的画面 在苗族所有的激情活动当中 最大的活动叫古长节 也就是十三年一次的 以祭奠祖先为主的这样一个大型的少数民族集会活动 以前经常去 我经常去那个少数民族集会采访 那么好多人 好多人就开玩笑 这是开玩笑的 为什么我们苗族那么穷 他们都是说 都是古葬紧闹的 为什么呢 辛辛苦苦十三年收起来的钱 攒到的钱 几天时间全部花完 怎么花完了 每家每户都要杀牛杀猪 连续三到五天招待来自各方的亲朋好酒 吃饭喝酒 临走的亲朋好友还要带上一份重礼 所以说苗族穷就是因为古葬节过穷的 尽管是个笑话 但是从一个侧面来反映古葬节的盛况 以及他的花费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局限 在贵州所有的少数民族当中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技术活动 同时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说 能够保佑整个村寨的男女老少的平安健康 如果一旦在这里发生有突变的事件或者重大的灾难的时候 古葬节会提前 因为苗族的同胞他们相信 古葬节有驱邪 必在的功效 刚才是技术的 那么还有一种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苗族的技术的跳动 大家看到这个洞穴以前是停放苗族的祖先的棺木的这样的地方 大家有虚老师可能听说过 玄杖 玄关在悬崖上摆放那个棺木的 棺木的 在洞里摆放光谷的 为什么要把那个棺材 祖先的遗体停放在洞里面 一个是比较阴凉 因为苗族呢 使大家都知道祖先的次有 苗族同胞都认为 他们的家园在北方 也就是说总有一天 他们的祖先 包括他们本身都是要回到北方去了 尽管人死了以后 灵魂也要回到北方去 所以会产生很多的一些祭祀活动 那么在洞穴当中 因为以前是停放祖先的 主要的一些祖先的棺木的地方 所以说每年的正月的初五 在这个洞穴当中 洪灾苗 另外的一个苗族的知系 苗族的知系非常多 在贵州整个省里面 现在可以能够看到的 苗族的知系 有174只 我手上大约拍了有150只 所以说呢 在所有全世界任何摄影师当中 能够拍到100只苗所的 几乎上没有 我拍了150个大约游 这个呢 是就是我们第二个主题的 主要是祈祷风调雨声 五谷风冬的 这是一个洞穴的寒天节 每年农历的七月中旬 也不一定 他有时候是15 有时候是78多 日子不停 主要是看上面这个 再老的决定的时间 寒天节 其实就是一个起雨节 也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进了暑期以后 贵州的各个少数民的地方 都去雨水 很多人以为贵州是一个多雨水的地方 其实它是都因天为主 雨是以小雨为主 大水没有 那么要进入米花节 就是到过开完花 开始接水的时候 需要大量的水分跟阳光 这时候必须要有充分的阳光来补充 同时还有更多的水分来滋润 所以说这时候如果没有雨水的话 就要起天降雨 那么这个是一个延续了千年的 这样一个仪式 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当中 缺水的时候 我们尽早要让雨水降临 确保庄家的丰收 所以说举办了这样一个 祈祷风挑雨胜 五果风登的这样一个喊天节 招龙诀 招龙诀主要是仪式当中的非常特殊 这个仪式的非常繁琐 搬一起来就要开始去招龙 然后路上要注明路标 要让龙进入到村寨道铁 这个龙什么龙呢 水龙从河道上 气流上去引进来的 然后集中到某一个场地上来 庆祝 所以活动的内容是非常壮观的 这一张并不是招龙诀最壮观的时候的一张图片 还有到因为有些图片都是 我都是胶片的了 现在扫描比较麻烦 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一张并不是最壮观的一张 招龙诀的场面 但是活动内容是类似的 这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 那么从刚才所说的我们的贵州少数民族的激情活动 主要的有三大类有记住的有起到吴国风登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内容最多的什么东西呢 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幸福生活的期盼 这样一多的这样一个类似的活动 有许多地方叫跳花 有些地方叫跳花坡 有些地方叫跳乐 有些地方是踩楼声 有些地方叫踩鼓 有些地方又叫跳年场 等等五花八门的类型 主要都是在春天春兰花开的时候 也就是春季以后的时候 举办的这样一个活动 还有就是丰收以后 有了钱以后举办这样一群活动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年轻人 提供一个相似相论的这样一个机会 即使不管是跳花还是跳乐 年轻的女孩都会穿上圣章 打扮得漂漂亮亮 小男孩也会打扮得精神气爽 招母娘来相女婿 然后那个婆婆来看媳妇 当场很多都会以前 一般来说一个活动结束当中 能够促成年轻人 恋爱关系的会很多 那么现在提上自由恋爱了 但是这种传统一直在延续当中 估计会一直会延续下去 这是一个因为一个特殊的 节庆活动 除了给年轻人提供一些 腾青帅的场所以外 同时它还有一种伤痛的意义 还有就是幸福生活 无国风登也包含在里面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 但是主体是年轻未婚的少女 少男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苗祖 长脚苗 跳跃 每年正月里 贵州的少数民族活动 是最多的时候 也就是在春庚之前 因为大家都有闲时间了 各种活动都起来了 春节的时候 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了 这时候男女 青年进行交流 跳跳舞 唱唱歌 喝喝酒 吃吃饭 这种事情开始逐渐都起来 那么你真的要见到 大面积的年轻女孩子 或者年轻男孩 那么必须有一个大型的活动 因为这个大型活动举办的话 并不是说某一个地方 比如说 东边有村在举行 那个跳跃活动 那边周边 一般的话 一百里子内的 村在的少数民族 都会赶到那边去 来那女女都赶回去 一个是看热脑 另外一个呢 为自己的孩子选择 一些成心如意的 郎君啊 肌腹啊 等等 跳跃 除了一些传统的激青以外 还有在激青活动的时候 还有一些很多 附属在主体活动当中 比如说 我们刚才看到的 跳花跳跃 那么在跳花的时候 或许会有一些配套的项目 比如说斗牛 斗马 斗猪 斗狗 斗鸟 等等等等活动里面 还有一些 现在比较流行的 跳广场舞 那个打篮球等等 这些活动会附阵 符合这个 辅助在主体活动里外 但是在 不管是苗族 还是动作的少数民众的 主体活动的时候 活动最精彩的是斗牛 那么大家看到的 这一张是苗族斗牛 苗族斗牛 苗族斗牛跟动作的斗牛 有非常大的区别 苗族的斗牛 带有一丁的血性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分出胜负 产生一个冠军牛 冠军亚军等等的前几名 都会有奖金 你打得越激烈 还有赶斗奖 也有钱的 碰脚奖等等 这些都是为了 刺激牛的搏裂 搏杀来设立的奖项 所以说苗族的斗牛 是非常刺激 也非常血腥 动作的斗牛 讲究的一个是气氛 热闹 动作的斗牛 尽管也有胜负 这个胜负并不是一定要决杀 就是说他主要是看了牛 敢不敢与对方撞击 在动作举行斗牛比赛的时候 几乎都是全称策动 因为每一个寨子里都有一个牛网 这次牛网由专门的养牛官来负责 养牛官他每个月有工资 鼠养的牛网 每天吃的草料是每家每户能番提供的 所以说动作的牛的个头价格一般都要比苗族的牛贵很多 它的体格也非常壮 因为他斗的是一个热闹 斗的是一个气氛 所以说在斗牛比赛的时候最好看的还是动作的斗牛 但是要拍到动作的斗牛的场面 这样的活动很难 因为他的活动的时间只不可预置性的 一般提前十天左右才能知道 有时候你还不一定能知道 因为斗牛场都是建立在比较偏偏的山村里面 所以说很多人包括很多视频是拍到的斗牛场面 一般都是瞄组的 像这些动作的斗牛的话 一般只有我带去才能看得到 碰得到 一般能说是可遇不可求的 刚才跟大家所说的 在人文声音当中我们有三大符号 刚才跟大家讲解了的是一个极其文化的符号 接下去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我们贵州人文声音当中的另外一个符号 建筑符号 大家看到的是我们一个洞在的夜景 洞族的建筑它主要是分为鼓楼跟花轿 亭子尖尖的那是鼓楼 那个风雨桥那种狼桥类似这种东西呢 它叫花轿 所以说呢 洞族的建筑呢 有两大特点 鼓楼 风雨桥 其实就是风雨桥 苗族的建筑呢 它主要是传统的吊脚楼 上面做人 下面是储藏社 养猪 养牛的地方 所以说呢 变化也不是很大 那么这几年当中呢 苗族的建筑有所改善 政府为了鼓励大家保持原油的少数民族建筑特色 允许在里面进行那个钢筋结构水泥的建筑 外面按照传统的建筑来打造 那么这个 这张图片呢 是拍自西江江湖苗在秋天的时候 一到秋收以后 各家各户有钱了 那么开始要盖房子了 中国人把家 看作是房子 房子 有房子才有家 这是传统的观音当中 房子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人问声音的符号 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服饰符号 在人文声音当中 很多人对一些专用的 我们希望能够展示的一些符号 很多人不是很明白 那么今天重点跟大家讲的是一个激情符号 一个建筑符号 一个服饰符号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一个服饰 是苗族的白鸟衣的白鸟群 2016年伦敦春季拍卖会 这一套贵着苗族少数名字 这一套贵着苗族的白鸟衣的老款 起拍价是60万人民币 这个非常贵的 一件少数名字像这一件苗族的白鸟衣的服饰当中 所包含的传统的名字工艺 可以纳入到非物质文化一层当中的手工艺 工艺传统工艺 多大六至七项 比如说这件 挑花 单一面绣 滚边绣 那来 银色绣 等等等等里面 这样一件当中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纯手工的艺术的精品 一件服装 所以价格非常贵 这是一支非常特殊的苗族 井姬苗当中的井姬服饰 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像井姬一样的 后面也有支撑 它支撑的不像欧洲的那些裙子 它用其他的 它用那个桌子啊 那个等等以其他的建筑来支撑的 它是一种用那个碟片型的 超短情支撑的后面 那个臀部后面的 就像一旦鼓起来 就像那个井姬在走路 井姬苗的服饰 最华丽的 最壮观的 普遍性来说 也就是货正价实的银色苗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介绍过里面的 多么龙洲结属在地两岸的 它有的一支苗术 苗族 我们是称之为红苗当中的银色苗的湖色 所有女孩子身上的银色都是用纯银打造 一套女孩子结婚的银色的重量 大约在15到20斤 贵州除了我们的一许极情文化 刚才大家看到的极情文化 服饰文化还有是我们的建筑文化以后 其实呢我们现在还有六大 今天是五大少数民族的生意文化品牌 说你到了贵州能够拍到的一些影像图片 最著名的是我们都知道黄古树瀑布 这张画面的是大瀑布 黄古是大瀑布 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瀑布 其实也是最大的 其实不是最大 落差是最大的 那么这个场面是一般的人是很难知道 因为每年的黄古树周边的村民有一个叫畅山祭水的活动 像这个活动呢 一般人不会知道 但是呢 但是每年举行的 如果拿旭老师以后想到贵州来 这个呢我们可以安排 那个是非常壮观的一个场面 黄古树影像文化 万峰林刚才是黄古树 但代表的是一个都彩贵州山水影像的画面 那么这一张是我们的地质地貌的画面 是喀斯特地貌的 全世界最著名的喀斯特地貌是在中国 中国最著名的喀斯特地貌在贵州 所以贵州的喀斯特地貌是 结构是最完善完美的地方 这张万峰林 秋天的万峰林 就是这是作为一张地质地貌的影像图片 第三张的文化影像品牌 是以少数民族春战为代表的 西江千步苗寨 秋天这是秋色 早上有云海成细的时候 春夏秋冬都可以去拍 现在旅游旺季的时候 人山人海 每年十月长假的时候 是能贴着能在走路 能山能海 因为确实很漂亮 非常壮观 有一千户人家 两个山包上布满了吊脚楼 特别秋天的时候 每家每户都挂满了玉米辣椒 枫叶红了 香装是黄了等等 所以的色彩感非常漂亮 第四张文化品牌 是我们的虚取文化地系 大家这样看这样的地系 地系很多人不知道 地系地系 其实很简单 在地上演的戏曲一种形式 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戏曲方式 因此被称之为中国戏曲的活化石 地系又叫挪 挪怎么写呢 单人旁又一个像困难的男子 都也很难 那么贵州的挪 挪系代表着一种国家权力 上层建筑 主要是以部队里为主体的 这样的一种戏曲表演一式 在主要是在部队当中 出征之前 鼓舞士气 希望齐开德圣 马道成功 凯旋归来以后 庆祝胜利 祭奠正王将领 等等的这样一个戏曲的形式 内容非常丰富 内涵非常厚实 这样的这样的一种戏曲形式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农耕文化的一个品牌 梯田 加棒梯田 秋色 春天也很漂亮 秋天更漂亮 那么加棒梯田 主体是一个以梯田为主的 这样一个村寨 连绵几十公里 在贵州的月亮山当中 能看到类似加棒梯田的 这样苗寨 洞寨很多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加我们的摄影彩虹团 我们春天的时候 秋天专门有线路 那么今天的都彩贵州的一个影像文化影像品牌大课堂呢 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 下面呢 还有一个少数民族 特殊少数民族称赞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系列 是亚洲最后的洞穴部落 中洞苗寨 希望大家以后有时间继续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